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与县府官员 地方人士握手寒暄 大会安排杨振武与民进党议员陈苍江并肩而坐 县长陈福海 副县长吴成点 虽然也跟杨振武坐在第一排 但杨振武与陈福海中间有个小走道 两人并无太多互动交集 直到陈福海上台致辞 完毕返回座位上时 陈福海与杨振武才握手互动 之后轮到杨振武上台致辞 晚返回座位时 陈福海则先行起身 向杨振武伸出大拇指比赞并握手致意 陈福海与杨振武彼此为年底选战竞争对手 目前民调也成无五波态势 在两岸通水见证仪式上 俩人也展现君子风度 陈福海也不吝啬给杨肯定 这场仪式对陈福海对杨振武可能都有加分 杨振武至此表示 金门始终有种意识 那就是任何人 任何政治意识 都不能凌驾在民生之上 民生的保障永远最 优先 这个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 是马英九任内核定的政策 只要是对的 能够毁忌全民共识的事情 一定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我们感谢马英九听到了金门相亲这二十多年来的呼声 也感谢过程中所有努力不懈 推动了执政首长 杨振武说 金门必须成为两岸的桥梁 金门脱离不了两岸 两岸是必要聚焦在金门 让我们凝聚更多共识 发挥智慧协力 让金门往前走 杨振武随后也跟县长陈福海等人上台 为两岸通事仪式进行启动 一起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陈福海对杨振武比赞 给外界很多想象 中平社高一身社 陈福海对杨振武比赞 给外界很多想象 中平社高一身社 三千五百位金门相亲 出席上午的通水仪式 见证历史 中平社高一身社 环湖公路上满满都是在送相亲的大巴 中平社高一身社 国民党金门现场参选人杨振武 被安排做第一排 但跟县长陈福海 习县府团队有点距离 中平社高一身社 中平 外置M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